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派对 没有谁能给我你给过的 我们的未来 是最美好的存在 讲远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 我来这里念书啊 那这么说 你也是这儿的学生 这本意大利小话集 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也喜欢看啊 你看不懂意大利文 哈佛的书单上有啊 你念过哈佛 也不是啦 我只不过被录取了 不过我没去念 为什么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但你不能告诉别人哦 我是为了喜欢 我喜欢的人才回来的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这个男孩子 他也在爱丽丝顿 对啊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他也一定很优秀吧 他呀 他每天都是一副天下第一的表情 我看他是天下第一自恋 和天下第一臭屁 不过呢 那种自恋和臭屁 一点也不让人讨厌 相处久了 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所以我就慢慢喜欢上他了 走吧 我带你到处看看 好啊 在这里生活很自由吧 我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 也这么觉得 我一来到这里啊 就特别喜欢 真羡慕你们一直在这里上学 你现在不也来了吗 对了 我跟你说 那个是我们音乐教室 余海 过来 过来 那个女孩子 就是我在国外认识的女孩子 怎么样 可惜啊 旁边怎么多了一个电灯泡 快 没事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对 没错 你刚才管 初雨迅叫什么 电灯泡 怎么 他是你新教的女朋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雨迅 雨迅你忘了吗 初雨迅呢 初雨迅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 他谁啊 这还用问我们呢 就是曾跟你说宣战的 暴龙 想到了没有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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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他什么了 快说快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们的校规怎么那么多呀 你们慢慢适应